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吉思汗第三个儿子 袁太宗 莫过台的有一位皇子叫阔端 他的军队在今天的河西 今天的武威 张业这一带地方住手 他也在向南发展 要进入青海 要进入西藏 那么这个时候呢 西藏的各地的封建筑都非常恐慌 就派了拉花跟阔端到梁州 到阔端 今天的这个我们讲的到这个武威和阔端进行谈判 最后达成的协议就是西藏归附蒙古 那么所以呢 到蒙哥去世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蒙古国呢 已经对宋 对南宋的残余呢 对南宋的形成了一个大包围的这样一个态势 南宋的西面 四川的西面 我们讲青藏高原 西南面的大理 今天的云南 这个中越边境地区 已经都处在这个蒙古人的控制之下 或者受到元朝力量的强烈的影响 蒙哥去世以后 那么经过了一个短暂的蒙宋之间的一个停战事情 这个停战并不是因为蒙古人不想南下了 而是因为蒙古人发生内乱了 那么成吉斯汉第四个儿子 托雷加里 有谁来继承 突然去世的蒙哥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皇位的竞争者 第一呢 就是在南方 统帅这个进攻大理的护壁列 第二个呢 是在原县宗蒙哥进攻四川的时候 留守蒙古本土的蒙哥的小弟弟阿里布格 这两个人呢 都有意争夺这个皇位 那么在西亚对伊朗进攻的这个叙列乌呢 他也是蒙哥的弟弟 他也有意争夺皇位 但是他距离太遥远了 所以他在埃及他的军队被埃及打败以后 他也停止进攻了 他也想回来 但是中途他听说阿里布格和忽必烈已经在那里争夺了 他就没有回来 那么这两人呢 阿里布格和忽必烈都宣布自己是蒙古国的皇帝 阿里布格在蒙古国的首都合理计会 而忽必烈呢 在自己的封地 这个开辟 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正南起 我们北京过了张家口正向北六七百公里的地方 金带呢 这个地方叫金莲川 金字是金莲花的莲 那么每一年到了夏天 草原上开的一种橘黄色的小的花 那种花叫做金莲花 非常漂亮 今天到那去还能看到 那么在那个地方 金莲川 忽必烈在那个地方见了他自己的王府 他就在那个地方召集了自己的部下 召集了东道诸王 东道诸王是什么人呢 主要是成吉思汉的书伯兄弟 分封在大兴安里两边 今天的辽东 今天内蒙古高原的东部 这样呢 我们讲的一国不容二组 双方就发生战争 战争的结果大了好几年 最后是以阿里布格失败告终 阿里布格投降了 那么这样呢 忽必烈才重新开始了对宋的战争 在蒙古国时期 蒙哥对宋战争的时候呢 这个战场呢 基本上在三个方向 第一部分 就是蒙古呢 我们从东西往西说 蒙哥的军队呢 是从山东向两环 将今天的苏北地区进攻 那么苏北地区呢 河网比较多 不利于蒙古军的进攻 所以呢 蒙宋的势力呢 在山东和江苏的北部之间 进行的是拉锯战 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淮东 淮水以东的地方 淮东 这是第一个战场 第二个战场 就是襄阳 汗水的上游 今天湖北的湘返县 那么这个地方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这是从这个长江流域 进入到关中的一个捷径 襄阳再往上都到河南 那么夺取了蒙古人 如果能夺取襄阳 襄阳就在汗水边上 汗水是长江的一条支流 是南北上的 长江是东西上的 长江东西 汗水南北 成一个丁字形交汇 你夺取了襄阳 蒙古人就可以坐船 直接下到今天的武汉 汗水就在武汉这个地方 长江交汇 汗水的东面是今天的汉口 汗水的西面就是今天的汉阳 长江的南面就是今天的武昌 武汉三镇 就是以这个汉水长江来划分的 所以这个襄阳对南宋非常重要 南宋为了坚守这个汉阳 这个襄阳派了大量的军队 用这个铁大陈列沿着汉水两岸把它拉住 防止蒙古人从汉水南下 那么襄阳分成两个城 夹的汉水两边一边叫湘城 一边叫帆城 襄阳和帆城夹以汉水为界 两边控制住这个汉水 蒙古人就一定要争夺这个地方 但是一直到蒙哥去世都没有攻下 守了很多年 那么第三呢 就是四川 四川呢 这个山地 到处是山 那么南宋的军民呢 凡是平原地区有城市的 那么都在城市附近的高山上做成城堡 比如说成都是在冰原地区 那么成都附近 军民在山上做成堡 蒙古军来了 军队主要的官吏就撤到山上去 这样呢 在那个地方进行抵抗 这个蒙哥牺牲的受伤的那个 那个那个河川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地方 所以进攻南宋 尽管这个四川离南宋的政治中心 长江下游的临安 今天的杭州 建康 今天南京很远的距离 但是当地的居民对蒙古的抵抗是非常有利的 地形有利的 所以在蒙哥时代 除了忽必烈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 消灭了大利益 忽必烈派出的乌梁哈台 打败了安南以外 在对南宋的战场上呢 没有太大的进展 忽必烈继位以后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调整 就是对宋的战争 两淮地区 淮东 不再是进攻的重点 继续派军队进攻 但是忽必烈把主要的力量 用来进攻襄阳 一定要夺取襄阳这个军队 为了夺取襄阳 忽必烈还调动了 成吉斯汉西征的时候 从西州 中亚西亚 带来了回回人的军队 伊斯兰教徒 回回人的军队它有什么呢 它有叫做一种叫回回炮 这个炮并不是火 是抛尸鸡 用石头 用杠杆的原理 人拉那个绳子 把杠杆甩出去 用巨型的石头 人抬不动的 可以砸几百米远 砸到城里 把城里的缝子砸坏 把你成为震撼你的人心 那么这样呢 这个由于蒙古集中了全部的力量 来进攻襄阳 所以襄阳的首将 南宋的一个著名的将领 叫吕文焕投降 他守不住了 那么在抵抗这个蒙古军的过程中间 南宋曾经歧途向这个襄阳的城内送救兵 给他运粮食都没有能够奏效 送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送进去就只是继续待在城里 他不能再突围出来 粮食日渐渐少 这样呢襄阳就被蒙古军控制 控制以后 襄阳夺取了 那么蒙古军就控制了汉水 同时我们知道蒙古人自己本身 他是习惯于我们的陆战 骑的马屁 不习惯于水战的 但是驻守襄阳的南宋的军队 既包括了陆军 也包括了水师 所以汉水沿岸的所有的南宋的水师 都落到了蒙古人手里 那么蒙古人利用这样的力量 很快地沿着汉水而下 夺取了长江中游的武汉 在古代在江里面航行 我们都知道 江水一江春水向东流 你夺取了长江的上游 向下游推进的时候 可以说是适不过主 即使没有顺风 这个船顺着水 他也能飘到下游来 那么这样沿途 这个蒙古军攻城略地 把南宋重要的据点一一攻破 南宋的水军 一批一批地落到蒙古军的手里 所以很快到了长江的下游 首先到了建康 就把今天的南京给供下来了 那么再从南京沿的陆路 南下到杭州 今天我们走银行公路 到了杭州 就把杭州包围了 南宋朝廷里面 为怎么抵抗蒙古人 这个陈相陈怡中 这个文天祥 这些这个军政大员 都还对为抵抗蒙古人 还意见不一致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林安 南宋的都城 已经没有条件抵抗 主要的军队 有的在江西 因为蒙古军队也会沿着柏阳湖 顺着九江进入柏阳湖 他也能到江西啊 所以各地的军队没有办法建议 长江以北 淮东地区的蒙古军 由于建康被占领了 他不能通过杨州到镇江来救援 长江的南岸都在蒙古人的手里 长江以北的这个这个这个军队成了一个 和南宋的都城被被隔离开 被分割了 四川前线的军队也不能救援 因为长江的中游在蒙古里的手里 他等于完成了一个中间的突破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南宋的这个太后 谢太后和南宋的最后一个荒帝 松宫顶就投降了 所以临安城没有经历兵乱 就被供下来 供下来以后 被俘的南宋的这个军臣 就被沿的运河 押送北上 那么押送的过程中间路过了扬州 扬州的军民还在抵抗了 他和蒙古人动员这个宋朝的这个皇室 我们皇帝都已经投降了你们就算了吧 这个扬州的军民坚决不同意 因为我们是为社稷而战 那么最后当然还是被供下来 最后南宋的小草亭 又逃到了福建 又逃到了广东 那么这样呢 就是这个统一中国的过程就完成了 我们讲到统一中国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从唐中期以后 安史之乱以后 中国基本上就处于分裂 吐蕃那个时候基本上和唐是一个对等的国家 虽然曾经有过松山公部干部和文臣公主的和亲 但是那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吐蕃并不是他的一部分 是吧 那么这个唐代曾经占有西域占有中央 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基本上就丢掉了 北方唐朝各地都是繁镇重要的军事将领控制的地区 所以呢 从唐中期以后 唐朝的这个国事不如唐以前了 到了北宋 虽然毛主席的誓词中间有唐中宋主 宋太祖宋太宗 虽然是有为的开国皇帝 但是他的地位远远不能和唐太宗相比 宋朝在华北的势力没有到达今天的北京 在河北西面到今天的陕西 该说的很小的一部分 这个西夏也没有 也不是宋的一部分 更不要说西夏以西的地方 吐蕃有一些部落和宋维持的贸易 和其他文化下的文化 更不要说北方的辽京两个王朝了 所以到了忽必烈时代完成了中国的统议 这个可以说是三百多年来 是中国处于分裂的局面 重新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 而且这个王朝包括了历代从来没有进入中国版图的西藏 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是从元朝开始的 是这个袁太宗 陈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 我过来的 袁太宗的儿子阔端和西藏 和吐蕃搭乘协议的结果 没有经过战乱完成的 第二就是云南 云南成为中国的版图的一部分 也是元朝完成的 所以如果没有忽必烈 对中国的统一这样的一个军事和政治的一系列的举措 蒙哥和忽必烈 弟兄两个 我们今天没有今天的中国 中国 我们讲 为什么说陈吉思汗他的子孙 改变了历史前进的面貌 他是有血有肉的历史 这不是一句空话 这个蒙古人呢 对中国的统一完成 并不意味着蒙古对外征服的结束 那么蒙古呢 在统一以后 甚至统一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时候 就开始了海外征服 就是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进行过海外军事行动的一个王朝 我们知道在郑和 是在郑和率领了200多艘船 包括宝船 还带领了27000人的军队 水师 远航西洋 是中华民族的壮举 他是这样的壮举 如果要追根所缘 就要追溯到元代 就是大规模的海军到海外去 这是元朝开始的 那么首先就是对日本 这个 忽必烈曾经两次 对日本发动了这个军事远征 第一次是在治元11年1274年 那么忽必烈 这个从命令朝鲜 当时叫高丽 高丽王朝 命令高丽 高丽呢元朝设立一个行审 叫做曾东行审 曾东就要继续 是对日本进行征服 借口就是日本对元朝的难过 那么命令高丽造船 高丽 朝鲜半岛的南端 离日本非常近 最近的就是日本的九州岛 他的首府是今天的福岡 对那边进行征服 但是呢 这一次军事远征 到达了九州 九州面对的中国和朝鲜的 那个海湾 那个海湾叫做博多湾 博士的博多朝都多 那么在那个地方遭到了失败 这是第一次 那么第二次呢 就是南宋征服以后 至元十九年 那么忽必烈呢 把南宋的所有的水师都已经接收下了 宋朝 原来在宋控制下的军队 叫做投降蒙古以后 叫新富军 新规父的军队 那么新规父军队中间 最有战斗力的就是水师 这是蒙古人所没有的 我们今天就可以讲究海军 那么这些军队呢 被蒙古人组织起来 从今天的这个宁波 出海 这个江南地区 出海 一共有十多万人 同时呢 河贝列韩命令真东行胜 也就是高丽 继续从这个 沙县半岛的南方 两路 智元18年 也就是1282年 那么这两支军队 到达了今天日本 这个九州岛 附近一个小岛 叫鹰岛 老鹰的鹰 在这个地方呢 对登陆以后 蒙古军应该怎么样作战 降临 一言不一致 那么怎么办呢 这时候 这个元朝的水军 就把所有的船 用铁链子拴在一起 结成一个水寨 在这个地方驻守 讨论怎么办 一个多月没有发动进攻 这时候到了八月份 我们就到了八月份 每年七八月份 是台风的时候 可以说蒙古军 南宋的这个投降的援军 错过了最佳的进攻事件 那么台风呢 把船给打翻掉 这样这些高级将领 就命令所有的军 水军契州登岸 到了鹰岛上 他们自己呢 选了一些比较好的船 大概有十分之一 左右 带着人回来想搬救兵 但是哪有这么多船呢 日本人 日本的这个 太宰府的 九州岛上有个太宰府 率领的军队 把登陆的援军给消灭了 所以这次是遭到的惨败 那么从八九十年代以来 日本人对鹰岛地区 做了净狠 做了发掘 发现了很多的水下 发现了沉砖 都是宋朝的 都是南宋的水军 那么这些水军呢 挖出来 有的时候上面还有字 都是南宋的时候造的 那么所以这一次失败 对忽必烈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对日本的征服 以后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了 再也没有对日本的惩罚 好 这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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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